喂 妈 生了 在北京家原医院呢 你赶快过来吧 来 金大哥 您把门带着啊 箱子给您放您窝门口了 回来一会儿帮您收拾 故地冲游 坐吧 慢点啊 慢点啊 您呢 就在这歇着 这是接着早上晨报 您在这看报纸 那个水果是洗干净的 您啊 吃水果看报纸 我给您倒杯茶去 不用不用不用 不要 那我做饭去了 昨儿我在找事买那虾 这么大个鸡尾虾啊 胡蹦乱跳的 直往塑料袋外面蹦 咱做个两吃 好 好 来 张董事长 你放心 咱们这件案子呀 事实清楚嘛 证据也确凿 二十人不可走过场 你放心 翻不了船的 一切都碰有船 不好意思的 我这又来个大客户啊 好好 咱先收到这儿 好好 再见啊 张董事长 嗯 好 闺女啊 怎么今天想起来到这儿来了 是不是缺钱了 那个要多少 老爸你俗不俗啊 动作就提前 我来看看你不行啊 这 这真不是来要钱的 看你 哎呀 让我闺女好啊 我闺女最难看看老爸 可老爸现在别人咽了 就不是个东西了 在谁眼里啊 在谁眼里不是东西了 你想喝点什么 我给你叫 我不喝 哎呀 怎么着 听说招新人了 没有啊 招什么新人 说什么也不懂 我看看 是助理啊 还是秘书 叫进来 我看看 你 你 谁跟你说的呀 谁嚼舌头的给你 我看看 快快快快 这工作时间别打扰我 那你不叫进来 我看看 是王林林告诉你的吗 博文馆是不是王林林 我看看 他主不在 他出去办事去了 这么不巧啊 哎呀 看来还真有这么一人 你想干什么 没事 我不着急 我等着看看 不是 我跟你讲 闺女啊 你亲爱的 毕竟王林林在犯神经病 扑风捉影 真的是什么事都没有 我跟你讲 是这么回事 就是我前段时间呢 我我公司招了个这个女助理 也是工作需要 她就不行了 就一心这个一心那个 跟神经病似的 这你相信老爸 老爸是那样人吗 闺女 别人不相信我 无所谓 我找人站在这 但我的闺女 我最亲的人 你不能不相信老爸 如果你要不相信老爸 怀疑老爸 正无疑在老爸的伤口上撒盐 老爸 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呢 是是是 好了 不是 你们俩真没什么吧 真的没什么 不是说了吗 孩子 你 什么意思 行行行行 我就是来关心关心你嘛 反正有一句老话啊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以免后患无穷 行了 那无分我也去不等吧 我先走了啊 这孩子神秘的 一样怪气的 一个王帝 太烦人了 大妹子 你让我干点啥吧 哎呦 你干什么 要回歇下去 不是 我坐在那也难受 给我点窩 受累的命 来 待着难受干点活 来 正好 来 等会儿把韭菜摘 好好好 我说呀 咱炒个辣菜 然后呢 我给您烙几个盒子吃 好 韭菜盒子爱吃鸡蛋韭菜的 还是肉韭菜的 肉的 肉的 二伙 来 那咱来了摘这个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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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给您烙点活 你看我现在吧 这 腿不利索 但是这手啥都能干 以后这摘菜的活呢 就我来 炒菜的活呢 归你 你在前方倒胜仗 您在后方腰杆直 您还以为我真指望您替我干这点活呢 说老实话就这点活我两三分钟蹭蹭蹭两下就干完了 这也就是给您点面子 让您增加点劳动的喜悦 觉得自己没吃白食 好 好 初播 你瞧见没有 又来了 又来骚扰来了 老婆 快快快 您去帮我把达夫走了 这是您的本职工作知道吗 摘菜不重要 慢点慢点慢点 我先我先我先 你吃 我吃 哎 苏华呀 苏 吴老师 哎呦 什么是你啊 哎 你不是腿好了走了吗 复发了 你看看看 我早就跟苏华说过 我腿没有说好的话不能走的 走掉的话一定会复发的 你看还是复发了吧 我告诉你啊 我们老年人呢 住了一个采采船 去采采的 刚刚采采回来的 我腿满天满天的 我让他尝尝的 哎 你可以尝一个 谢谢我不吃 哦 你不吃的 我给他拿来了 呦 怎么了 哎呦 我腿有点不舒服 这样直着舒服点 哦哦哦哦 一定要注意的 说话 他出差了 出差了 到哪里去了 上海 上海啊 这不早跟我讲一声啊 我回去给你几条的 到我舅舅家住去啊 我舅舅家住在哪里 你晓得吗 小白龙啊 哎呀 吃素行都那么进去呢 他住在五星街饭店 五星街宾馆啊 那还好 嗯 他跟一个大明星去的 哪个明星啊 琪琪 琪琪啊 哎哟 哎哟哎哟 跟他去呢啊 你心的好大 一看他电视的时候 我后面都跳到电视里头 跟着握我走呢 哈哈 哈哈 就是模样差了一些啊 对 那但是演得相当好啊 哎呀 琪琪 琪琪 今天他也吃不到这个了 哎 我上去整一点老酒下来 咱俩喝一喝 就这么定了 准备点 冰糖 吴老师今天不行 吴老师 我马上就下来 吴老师 惹我这了 完成什么了 他说他还回来 我发现您可真够行呢 我刚才差点没窜出去 他说他要回来 你就说待会儿 你马上出门不就完了吗 不是没拦住吗 真是 您 您可真够笨的 行了 那我赶紧写个条件 给贴门上吧 就说您马上出门 真是 我不在家 哎 刚才还在家 做好了喝了酒的 你不是家了 腿头成醉了 能跑到哪里去 好吗